粉上王一博不是仅仅因为喜欢,更多的是因为欣赏和心疼,很多人眼里认为,追星都是非常脑残的事情吧,我不知道我算不算追星,最是觉得他很好,追星最基本的是要喜欢这个偶像吧,或是喜欢他的颜值、气质、身材、品位、人设、技能。 我不是一个容易被别人轻易动容的人,所以,一般别人的喜怒哀乐,别人的好坏与我无关,我对于王一博的喜欢与很多他的粉丝比起来,我是不及万一的,事实上确实是因为我对他的关注最初不是因为喜欢,而是因为看到他被黑的,让我觉得心疼,为此,我又去考古了他,于是开始无条件地开始支持王一博,喜欢他。 在餐桌前等着头位的时候,当不断地跟我撒娇,不断提出各种要求的时候,看着他学某样东西,一遍两遍很多遍,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,我脑海里很会不自觉地浮现出王一博的样子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过去总说别人家孩子怎么样怎么样,后来发现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,其实就是那个叫王一博的人,从小就因为自己喜欢而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执着,因为喜欢而执着地去训练,因为这份炽热, 而背景离乡,都说上天会眷顾每一个努力的人,其实,这份眷顾有时候来得太晚,还好他没有中途放弃,就如同他所说的,都坚持这么多年了,放弃挺可惜的。